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首创了台湾灯会防疫平台 整合交通 活动 消费三大服务 并结合防疫时联制 上灯前登入注册 就能取得实名制灯会码 不但可于现场直接扫码 报到进场 在展区也能自动收到智慧导览讯息 减少接触更安心 同时 灯会码还能领红包 拿好康 在灯会作品旁 触发虎爷发红包轮盘 就有机会获得灯会纪念9 一大游乐世界新光票 美食优惠券 五星饭店折价券等好礼 2月1号到2月28号 来高雄参与2022台湾灯会 安心赏灯 畅赏优惠 孙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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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爱 孙爱 你会十八十九二十 在未有名 气息更远 博物音乐 主点救 看以一出戏来表现 台湾灯会这个节力 传爱 就你这位组织 恒向幸福 大家好 我是台湾灯会大使 戴姿颖 为了落实智慧防疫实名制 参观台湾灯会 在高雄务必注册台湾灯会防疫平台 搭配五行畅游马 24小时无限制 无接触 搭乘大众运输 畅游灯会更安全 还可以及时查询转程停车场 灯会防疫平台更提供全程智慧数位导览 让你沉浸体验高雄灯会 还可抽高雄在地优惠与豪礼 灯会场域空旷 请大家务必配合戴口罩 遵守防疫规则 主办单位也将加强现场倾销 为大家打造智慧又防疫的 2022台湾灯会在高雄 前20万名购买五行畅游马 台中大吉普提灯哦 2022台湾灯会在高雄 历年来最盛大的灯会 璀璨灯场 今年灯会主打爱河湾及卫武营双主场 近100公顷的展区 点亮你对高雄的想象 今年更首创了台湾灯会防疫平台 整合交通、活动、消费三大服务 并结合防疫时联制 上灯前登入注册 就能取得实名制灯会码 不但可于现场直接扫码 报到进场 在展区也能自动收到智慧导览讯息 减少接触更安心 同时灯会码还能领红包 拿好康 在灯会作品旁 出发虎爷发红包轮盘 就有机会获得灯会纪念酒 一大游乐世界新光票 美食优惠券 五星饭店折价券等好礼 2月1号到2月28号 来高雄参与2022台湾灯会 安心赏灯 畅享优惠 大家好 我是台湾灯会大使戴姿瓶 为了落实智慧防疫实名制 参观台湾灯会 在高雄务必注册台湾灯会防疫平台 搭配五行畅游马 24小时无限制 无接触 搭乘大众运输 畅游灯会更安全 还可以及时查询转程停车场 灯会防疫平台更提供全程智慧数位导览 让你沉浸体验高雄灯会 还可抽高雄在地优惠与好礼 灯会场域空旷 请大家务必配合戴口罩 遵守防疫规则 主办单位也将加强现场倾销 为大家打造智慧又防疫的 2022台湾灯会在高雄 前20万名购买五行畅游马 台中大吉普提灯哦 2022台湾灯会在高雄 历年来最盛大的灯会 璀璨灯场 今年灯会主打爱河湾 及卫武营双竹场 近100公顷的展区 点亮你对高雄的想象 今年更首创了台湾灯会防疫平台 整合交通、活动、消费三大服务 并结合防疫时联制 上灯前登入注册 就能取得实名制灯会码 不但可于现场直接扫码 报到进场 在展区也能自动收到智慧导览讯息 减少接触更安心 同时灯会码还能领红包拿好康 在灯会作品旁出发虎爷发红包轮盘 就有机会获得灯会纪念酒 一大游乐世界新光票 美食优惠券 五星饭店折价券等好礼 2月1号到2月28号 来高雄参与2022台湾灯会 安心赏灯 畅赏优惠 孙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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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十八十九二十 在未有名 他事更要 华英学主典教 看以一出戏来表现 台湾灯会这个节目 孙爱 祝你这位情节 恒向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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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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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 在2月13号的聚会里面 我们高雄市参与的人数是有五位 其中是有三位确诊 两位是阴性 其中在该聚会的指标个案是19816 那所引起的24位的确诊 有潜在有潜在的风险 那所以也因为没有症状大概有四成 所以有时候发病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说自己其实已经确诊而造成这个在社区的感染 那所以我想我们疫情的一方面也要在扩大的框列的原则那二方面在疫情的感控的时候也要做风险的评估风险的管理那所以我先请潘细正来说明说那这两位去台北这个这个� 我回来染疫我也要再三的强调这不是大家自己这个染疫这个不是任何人的错误 所以我们不希望说对于染疫的人员或者是接触者有标签化 这个真的是在这个疾病的传播以Omicron的这个传播力来讲 这个拜托大家 这个我们还是要团结防疫 那大家要互相的体谅 互相的支持 就好像在我们高雄港疫情发生的时候 那我们不管是期今或者是我们的港区的工作的人员 大家都非常的团结非常的配合防疫 所以我们经过了好几次的序列的筛检 那我们把整个高雄港的疫情就把它控制下来 这个是真的是要特别感谢我们市民朋友的配合 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 那当然最近有包括中游的我们三位的员工的染疫 我们在昨天持续的进行筛检 两千三千四百七十一零确诊的个案 所以在它的范围的部分 我们也把它这个风险在控制在一定的范围 那有这个凤山的社区筛检站 也将近有九千 那也是零的这个个案 所以我们一方面在这个筛检 然后一方面我们也采取这个隔离的 匡列隔离的疫调的这个方式来进行 所以也要拜托大家 假如有接到疫调电话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在进行疫调的时候也务必配合 这个部分还是要跟大家拜托 那相关两位 这个在新北的19665的这个个案的 这个2月13号北上染疫的足迹 跟我们在处理的部分 我请潘继正来跟大家做说明 谢谢市长 各位市民朋友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午安大家好 那今天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公布高雄市有新增两例的本土个案 这两列本土个案分别列案号19952跟19953 那这两位这两位个案 事实上在我们的一个调查当中呢 都是属于于19816 在2月13号在台北市进行聚餐 那也有这个部分KTV的一个活动 所导致的这个群聚感染 那在整起事件当中 高雄市到目前为止接获了五例的这个疫调转嫌 那意思就是有五位的高雄市的民众有参与这样的聚会 那目前是三例确诊 包含昨天公布的19931 在整个时序上面我们看到的是 在19931、19952跟19953 都有共同的一个活动 就是在2月13号搭乘高铁 都往台北市这边与19816这边进行聚会 那这个聚会的内容包含吃饭也包含部分的KTV活动 那在2月16号 2月16号 在我们的19931 这位个案 昨天这位确诊个案 那接获通报 然后裁检 呈现阳性之后呢 那隔一天 27号 我们接获了19952跟19953 这两位个案 那19952 在同一天下午 在裁检当下 也跟医师有主述说 有出现喉咙痒的症状 那果不其然这两位就呈现阳性的一个减出结果 那CD值分别是27跟22 那我们必须要再论述到相关的一个疫调匡列的一个状况 那在19952这个个案是比较特别 他由于他在一个某科技大厂里面工作 那我们也在接获确诊的结果之后呢 那我们紧急联系了相关的一些应变措施 那这个科技公司的应变措施呢 也非常的配合 那我们连夜匡列了 包含在他工作的厂房的所有接触者 那包含列为红区的 也就是比较风险相对比较高的这个区域呢 22位 那黄区的部分呢 总共是100位 那还有另外的在整个这个公司活动的同时呢 包含在餐厅或者是有共用一些场域的这些接触者 总共有270位 那加起来红区加黄区 还有相关的接触风险 总共是392位 进行这个PCR的採检 那目前的结果 红区的部分 密切接触者22位都呈现阴性 那其他的像黄区跟其他的风险接触对象 这目前都在检验中 也针对今天确诊的两例个案19952跟19953 我们进行足迹公布 那19952在2月13号 也搭乘这个高铁往返这个台北跟左营站 那2月14号这位足迹有到达南指区 包含一家茶饮店 还有这个牛肉面店 2月14号到15号 都有到这个全家便利商店 在南昌路这个地方 那2月15号这一天 也有到这个南昌仙芋堂这边 有进行消费 另外在2月16号 他的足迹有遍及 南指的这个德名黄昏市场 还有小北百货 以及药渠 还有这个饮料店 还有这个交流服的这个南指新南店 19953在2月12号13号 也是也是一样 搭高铁往返这个台北市跟这个高雄 那2月15号 有到这个三明区的这个养生馒头 以及前政区的这个砂糖泡冰 这边消费 以上是刚刚是今天 以上是欧元局今天对于疫情的简报 那个19952是一个科技公司的员工 他的CT值是27 那两天前就没有进入公司 那一般来讲 假如CT值是大于30 他的感染的风险其实不高 所以推算 他三天前 在公司的状况 他的血清血 假如在有症状的前三天 才具有感染力 所以他不能说没有风险 但是风险不高 那我们在昨天 经过这个在做先做风险评估 将他分级 分成红区黄区 那还有他的一般的管制区 分成三区 那在红区总共有22位 那黄区总共有100位 那在这个一般的管制区 那总共是270位 也就是说他可能在他的足迹 在公司内部有停留的地方 所以在累计 整体的这个392位里面 已经裁减了180位左右 全部都是阴性 那尤其在红区的密切接触者 比较属于这个风险比较高的部分 红区22位裁减完毕 也全部都是阴性 所以只有一个个案 然后因为在可传染期的这个部分 虽然有 但是我们在评估风险的时候 我们还是以高标准的防疫的措施 来进行管制 所以这一点也跟大家做说明 那我们一方面在一些特定个案的活动 跟他的这个部分 当然要透过疫调来匡列可能的接触者 那二方面在社区 我们还是持续的有做两个部分 一个在社区的筛检 也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 包括在凤山地区的9000位 都是没有确诊个案 那在诊所的部分 这张图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在持续现在大概一天 都是1000左右 大概占我们筛检 全部 那个呼吸道症状的 大概有四分之一左右 的筛检的量能 到目前为止 在这几天 从 14 15 16 这几天这样一直筛下来 都还没有发生确诊的个案 也就是说当有呼吸道症状的民众 那其实是比较有可能 有风险的 这个COVID-19的这个患者 其实在社区目前的监测的状况 那持续的都还保持一个 低风险的 这个社区的一个状况 这个跟大家在这里做个说明 那另外提醒大家的就是说 那从新北的19665的这个个案的观念图来看 那其实风险最高的还是在用餐 或者是 这个 这个像在室内没有戴口罩的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 就像那个我们那天的红茶店 饮料店的员工被染疫也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假如用餐坐下来口罩拿下来 那用餐 那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因为我们还是要保持我们的日常的生活 不可能说不用吃饭 第二就是说 那你如果站起来的时候就拜托你来口罩 要裂起来 那你如果有症状 这当然你就尽量不能出门 这个也是要跟大家 做一个小提醒 那其他的这个部分 我想我们疫情指挥中心 也会持续的来做整个疫情的一个监控 那也要再三跟大家再提的 就是说 这个被匡列隔离或者是染疫 这个都不是他自身愿意要这样做的 我们真的要好好地感谢他们 他们牺牲他们的自由 然后居家隔离 真的要谢谢他们 所以也不要用标签化的这个字眼 来歧视 或者是用其他不一样的眼光来对待 这样不对 真的要感谢他们 那我们高雄市 从去年的年底开始 我们所有的 也不止去年年底 我们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高雄市的居家隔离的费用 都是我们高雄市政府来负担 那昨天疫情指挥中心 陈时中部长也有询问我们地方的意见 那我们当然也希望说 那假如全台湾都能够这样做 那这个部分当然是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做法 我想 没有人爱用居家隔离 这个不方便 理所当然 这个我想 这个能够 让我们居家隔离的民众 能够减轻他们的负担 这个我想是应该要做的事情 尤其 未来面对这种社区化流感化的 Omicron的病毒的感染 这个我们也要先做好 这个未来的一些 不同剧本的一些想定 那其实在看它的传播力 在国外的这个经验看起来 那似乎在 不管是在轻症化流感化等等 这个趋势是很难避免 所以我们也要 针对未来的防疫的措施 设备 那还有怎么样能够 带病人的分流 也都要预做准备 这个我想我们专家会议 也持续的在 讨论这些相关的一些议题 那也请我们民众 能够放心 那 这个COVID-19的感染 在短期内 我想在全球引起的 这个大流行 在未来的 至少在这个 这个短期的一年内 恐怕也很难消失 所以怎么样 能够取得一个平衡 这个也是 我们应该要 努力的一个重点 所以我想我们也希望 带民众 在疫苗的第三剂的施打 必须增加 所以过去 都达满两剂怎么样 不然就怎么样 应该要提升到 第三剂要达满 所以我们针对一些高风险的 作业的 这个职场 或者是 这个环境 我们也特别拜托 大家一定要施打第三剂的疫苗 增加保护力 以上就是我们高雄市今天的记者会 不想要大家有什么问题 好 谢谢市长的说明 现在我们开始进行现场媒体的提问 请先说明所属媒体 并简短陈述您的问题 请开始 如果现场媒体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现在来带魏克出席的媒体来提问 谢谢 中市提问 第一题 19952任职于科技大厂 匡列红黄区 有停工吗 中市第二题 中油为了维持运作 匡列隔离的员工 依旧团进团出上班 这种模式是市府卫生局决定 还是由中油决定以上 是 谢谢提问 那针对这提问 第一个问题 那19952的 所所处的这个厂区 当然他们的接触者 密切接触者 通通匡列居家隔离 是不可能上班的 那这个部分呢 是已经确定的事情 那其他的内部调度的状况 那这个由公司这边 自行会去处理 第二个 在整个的 整个中油这部分的运作上面 那这个是经过 经过中央地方 以及我们专家会议 相关的这些讨论 针对每个衔接环节的风险评估 综合作的决定 以上说明 好 谢谢 还有吗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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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来 孙来 你会十八十九二十 有没有 你 写 嗯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